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软件的附属品 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很少出问题 一般是Admin Designer这个软件 以电脑配置的问题多一点 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 请及时和我们反应 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助您分析问题 并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希望您不要在没有和我们沟通的情况下 就给我们差评哦 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原件库是怎么安装的 首先打开计算机 找到你们下载好的压缩包文件 我的是放在低盘的根目录 在这里我也建议大家放在低盘的根目录 如果您下载的文件 不是和我一样显示的是压缩包的图标 那么可能是您的电脑 没有正常安装解压软件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安装 一是通过我们分享给您的网盘 在网盘里面有下载 二是自己到网上搜索 压缩软件安装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在百度云盘里面 就是第一个 你只要安装第一个就可以 在360云盘里面 是这个 看到我手表动的这个 只要安装这个压缩软件就可以了 我们回到刚刚下载好的3D元件 压缩包 把鼠标放在压缩包上面 单击右键 弹出右键菜单 找到解压当前文件夹 此时会弹出一个输入密码的对话框 您只要输入客服给您的解压密码 单击确定 好 就会解压出两个文件夹 其中一个就是原件库的文件夹 三个机打开看一下 所有的原件库都在里面 如果您没有正确安装 Admin Design这个软件 那么就不会和我一样 显示这种图标了 关于如何安装Admin Design这个软件 请大家自己在百度上搜索 要求版本必须是Admin Design 10 或者是更高的版本 系统必须是XP系统 或者是Win7系统 我用的是Admin Design 10 我用的是Admin Design 15 系统是Win7的 打开Admin Design这个软件 在右下角找到工作区面板的系统命令 单击该命令 弹出紫命令 选择倒数第四个 酷 弹出酷工作区面板 单击面板 左上角的Library按钮 大家看到的是我已经安装好的酷文件 我现在删除掉 重新安装一遍给大家看 随便选中一个酷文件 按Ctrl加A快捷组合键 进行全部选中 单击删除按钮 删除掉原有的酷文件 然后单击安装按钮 在这里要注意了 在Ad10中是没有下面两个下来菜单的 只需要直接单击安装就可以 在Ad15的版本中 选择下来菜单的第一个命令 就会弹出 选择对话框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选择 All Files 就是最后面这个 最下面这一个 如果这个没选中 可能你这里什么都没有 路径是你们自己下载好的路径 我这里是在低盆 在根目录 随便选中一个酷文件 按Ctrl加A快捷组合键 进行全部选中 单击打开按钮 原件库就全部安装进来了 单击关闭按钮 关不掉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原件库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单击左上角的文件 新建一张原理图 和PCP图 首先选中原理图 再酷工作区面板 任意选择一个原件符号 然后查看下面的 相关联的3D封装 是否可以使用 在设计时 选择以 以你实际 原件相匹配的封装 我们这里就随便选了 大家可以多选几个 测试一下 我们在PCP图中测试一下 封装库 能否正常使用 选择库工作区面板 这里大家要注意了 软件在默认的情况下 是不会显示封装库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有 我们单击旁边三个点的小按钮 勾选封装 封装库才会出来 我们随便选择一个电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加载需要一点时间 这都是正常的 也可以在这里面旋转3D 看效果 好 我们随便拿几个出来看 在PCP中 也可以直接按数字键3 切换成3D显示模式 可以看一下 没有问题 我们调几个电容出来看一下 有一个报警了 这是因为软件的规则 没有设置好 在设计里面规则 选择 这个选项 将这两个最小垂直间计 最小水平间计设为0 应用 然后 再选择这个高度的 将最大高度设大一点 主要是这个 设5000吧 应用 好 可以了 报警 结束 大家可以自己多拉几个出来看一下 风筒种类很多 很齐全 基本上 符合标准的 我们基本上都做了 基本上这个电容 有了这个裤 基本上你们就不用再做了 这个是固态电容 这是贴片的固态电容 这是贴片的锂电解电容 可以看一下效果 放大了 旋转一下 没有问题 PCB3D封装库的安装已使用 到此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您也可以没事经常逛逛我们的淘宝店铺 会有更多的惊喜 期待您的光临 再见 感谢大家